故事的开头是一个小孩在睡觉 但是睡着睡着就不对劲了 屋里多了一个人 小孩看了一眼 就是这一眼吓得他失声尖叫 叫声在夜幕中传出去老远 小孩的叫声吓跑了烂脸男 他跑了没几步 就撞到了一个穿黑衣服的 他知道那是谁 求他放下来 他放自己一马 并且声泪俱下地 给黑白兄弟讲了一个故事 很显然这个故事打动了小黑 他又要节外生枝了 小黑来到了男孩的房间 他的样子说不上英俊 可也吓不到人 他跟男孩打了个招呼 就大大咧咧地坐到了床边 要让男孩看一些东西 恍惚中男孩看见了一个出租屋 宁静的夜里 屋内泛起了火花 等惊动邻居的时候 火石已经迅速蔓延 控制不住了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慌张地跑了回来 拨开众人冲进了火海 在大火中找寻着孩子 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火中 无助地哭着 男子把孩子抱在怀里 又在他身上蒙了一层被子 死死地护在怀里 任凭火石蔓延到自己身上 烧烂了他半边身子 他忍着疼抱着孩子冲出了火海 结果孩子啥是没有 而他烧烂了半边脸 出院之后 他那烧伤的脸像怪物一样 吓得孩子见了他就哭 媳妇选了跟他离婚 他选择净身出户 之后干起了减肺品的营生 尽量不和人接触 觉得自己会吓到别人 每个月他会把省吃 减用省下来的钱汇给女方 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对他来说最快乐的事 就是看着儿子一天天地长大 每次也都是躲在角落里头看 不想对儿子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 直到他鸡牢成疾 像野狗一样死在了垃圾堆里 而他放不下的还是孩子 男孩把事情看了个清楚 他也意识到了那个孩子是他 而梦里的丑鬼就是他的爸爸 男人的样子对他来说不再可怕 他想再见到他 小黑站到了窗边 叫男孩一块过去 他看向窗外 男人和大白站在楼下 男孩叫了声爸爸 泪如雨下 小黑把丑男要告诉他的话 都转达给了他 在男孩妈妈进门的瞬间 小黑走了 男孩也没有把看到的告诉他妈妈 顷刻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以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 丑男也被小黑带走了 小黑对丑男说 会帮他在阎王那里说几句好话 下辈子给他一张漂亮的脸 希望小黑能实现承诺 让丑男以后能光明正大的 活在阳光之下吧